什么都督,什么李泽成,什么阿斯蒙,什么哈姆希克,在曼联中场大将比利时人菲兰尼加蒙之后,这一切都成了过往烟云。 起码在本赛季,这些被媒体求尼加的烂透了的名字,再也不会被人们提起。 32岁的菲兰尼,永久转会沙东路呢,不仅兑现了前一个赛季结束后,沙东路能俱乐部总经理孙华,面对更多记者许下的诺言。 而且,也宣告了沙东路能对第四外援的争选已经正式结束。 作为曼联介于主力与替补之间的一员大将,菲兰尼是符合强力中场外援的标准的。 尽管他已经32岁,但鉴于欧洲球员运动生命,普遍要比中国球员长得特点,这个年龄还算可以。 甚至已经38岁了,还在广州恒道和国家对持存效力。 照此来看,在中超这种慢节奏的赛事里,菲兰尼的年龄根本不是问题。 更何况,沙东路能在引进外援上,从来就不想着赚钱,根本不像广州恒大那样,用上几年然后再卖出去,还要让自己赚一笔。 因此,作为球迷,就没有必要过分纠结菲兰尼的年龄问题了。 他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曼联,我们已经见识过他的能力。 如今年龄大了,却遭到了曼联行任主帅索尔斯克亚的冷遇,上场时间寥寥。 在这个时候来到中超,在赚的盆满钵马的同时,又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余热,对于喜欢看菲兰尼踢球的球迷来说,这是难道不是接待。 欢喜的事情吗? 中国有句老话,是罗泽世马,签出去溜溜,相信菲兰尼,不会让沙东球迷失望的。 请不要再去责怪沙东鲁能聚乐部曼带了球迷。 毕竟两家俱乐部的情形不同,办事的作风也会不一样。 在曼联,贝莱尼属于打入冷宫中的人物,即便这样,还拿着全队第四的薪金。 能够找到沙东鲁能这样慷慨的买主,无疑给俱乐部解决了一个大问题。 因此,签合同的比刚刚落下,他便迫不及待的发了官宣。 而对于山东鲁能这边,最近几年在外援的引进上并不顺利,有的自己看中的歪元被人截胡,有的好不容易引来的歪元又不堪重用。 虽然对于菲兰尼,角色对头,价格也算合适,年龄也算是没过巅峰期,但实际效果怎样,谁也不敢百分之百的打包票。 看看恒大近几年以来的歪元,一上场就非常适应。 而鲁能的歪元,总是拥起来别别扭扭,发挥不稳定。 一招被蛇老,十年踏紧绳,鲁能决策者的这种前怕狼后怕虎的心理还是有吧。 不过,考虑到球迷的感受,那种急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 而这种心情不是完全为了自己,而是为了球队。 山东鲁能再次杀入亚冠联赛,从球员到球迷,无不希望球队有一个质的变化,拒绝惨案的发生,给全国的球迷一个交代。 要知道,背负着惨案战阅户的乐迷,受伤的不仅是球队,还有广大的球迷。 球迷是球队生存的源泉,如果没有了球迷的支持,球队踢球给谁看的? 所以,给予球迷一定的知情权很重要,唯有如此,才不至于闹球迷根。